突发消息,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北京当地时间8月19日 当地预保局紧急发布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 其中提到,按照国家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要求 个人账户资金应专款专用 2022年9月1日 个人账户资金实行记账管理 参保人员可自有知己实现定向使用 主要用于支付参保职工 本人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医药费用 9月1日前,已划入医保专用存责中的个人账户资金 参保人员今后认可随时期限使用 当地网友评论提到 请问一下,养老保险好,有没有必要交 因为最后也很有可能取不出来 本来个人医疗账户资金 年轻人可以提出来为健康做投资 比如用来健身买营养品 也可以用来改善伙食 现在不让提起 其实就是被割韭菜 被拿去支撑退休人员保障 报销比例 公司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